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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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公司与中国三大网络视频平台之一的优酷合作 共同制作网络定制舞蹈比赛节目 这就是街舞 该节目在2018年上线后一炮而红 音乐方面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的音乐库有8549个IP 包括在我们的音乐类节目创作期间制作的3546个现场音乐录音 为签约艺人制作的3158首歌曲 以及1845首歌词及音乐作曲 电影方面 截至2022年6月30日 拥有757部过去几十年 在香港制作的广受欢迎的中国电影 文娱方面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与中国五大卫星电视媒体平台中的四个卫星电视媒体平台 中国三大网络视频平台 及中国两大在线音乐平台密切合作 在全球范围内发行公司的IP内容 按业务划分的收入 毛利和毛利率明细方面 2021年综艺相关收入为879.500万 同比下跌19.3% 占总收入78% 毛利为116.200万 毛利率为13.2% 音乐相关收入为118.300万 同比下跌45.6% 占总收入10.5% 毛利为85.300万 毛利率为72.1% 电影相关收入为86.400万 同比下跌50.4% 占总收入7.7% 毛利为56百万 毛利率为64.8% 其他AP相关收入为42.500万 同比下跌45.7% 毛利为16.800万 毛利率为39.5% 收入大幅下跌主要原因是 疫情的负面影响 令到企业客户的广告预算减少 以及对若干行业产生不利影响的政策或经济变化 在未来计划及所得款项用途方面 公司计划将 约80%将用于为公司的IP制作 及运营提供资金 公司拟打造热门综艺IP节目 提升电影及聚集IP制作及运营能力 强化音乐IP制作及运营能力及进一步发展IP相关业务 约20%将用于扩大公司的受众范围 以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 以及建设公司已建立的文娱IP产业价值链 从投资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予6698星空华文萨克星评价 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综艺节目IP创造商及运营商 市场份额为1.6% 虽然公司在中国娱乐行业上规模非常庞大 但是中国娱乐相当分散 加上政策监管严谨 疫情与中国经济下滑 使企业客户的广告预算减少 影响公司未来前景 从投机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予6698星空华文两颗星评价 由于上述因素影响公司近年的业务表现 例如公司2021年的分布收入 均出现明显下跌 我们预计投资者对于公司上市 不会有热烈反应 影响股价上市后短期的表现 总括而言 我们建议的认购策略为现金认购 本人是证监会持牌人士 以上内容成熟个人意见 不构成买卖要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oud稻石